频频推出类出国的行程超级夯 而交通部也推出了类出国2.0计划 玩法更创新 飞机可以从桃园机场起飞之后 降落台湾各地的其他机场 飞时要三小时以上 而机票售价是5500元以上 而这个条款也被外界称为是星宇条款 而星宇航空低调的向媒体回应说 还在规划当中 不过目前已经开始接触国内各个机场 超可爱Hello Kitty友谊机 长期以来都是长荣航空特色 加上未出国行程正航 有业者看准商机与长荣合作 推出高空版单身联谊活动 就是这个类包机的行程 我们男女生目前报名 200多位的人数当中 男女几乎是1比1的一个踊跃度 恋爱班机创造新话题 开放逾越24小时 就涌入160人报名 总共开放三个航班 其中圣诞节跟跨年 都是由Hello Kitty友谊机直飞 元旦迎树光航班 则是由梦幻客机波银787直飞 国际航空锁定未出国商机 交通部也推出微旅行2.0方案 放宽航班起将地点限制 要让旅客未出国 也能在不同的城市上下飞机 至少它是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在转一圈之后 又回到一样的地方 那样子的方式没有很吸引我 交通部推微旅行2.0 指令来说 桃园起飞 可以在台北台中高雄 还有花东降落 花东的航班为长荣和华航 两大集团飞机 这项松绑政策 可让新宇直接加入国旅战场 被外界称为新宇条款 初步规划单程机票 价格5500元起 结合降落地点旅游行程后 价格上看1万到1万5千元 对此新宇航空低调向平面媒体回应 还在规划中 不过也已经开始接触国内各个机场 在后疫情时代 航空业者绞尽脑汁希望冲高业绩 解铃响会山台北藏不斗